妄想世界,今天就讲一下这个减息代表什么 今晚应该是讲减息的,即是几率很高 但是联储股不是说很厉害的吗?经济数据 那为什么又要减息呢? 如果经济很好的话,其实应该加息是压止那些投资 那你看到美股又创新高了,全球股市也新高了 除了香港之外,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要用这个逻辑去想想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有什么可能性会出现呢? 今天就想讲一下这几样东西 减息代表什么呢? 减息代表慢下来 不是说很快的吗? 有contradiction 究竟,那我们要想一下,它的数据究竟是真还是假呢? 如果它不是正确的话,那就错在哪呢? 今天就想讲一下这件事 另外就讲一下缩水式通货膨胀 即是你发觉,那些东西是越来越缩水的 价钱好像没有变的 有些人说,哪有通胀啊?没有的 其实不是的,那些东西是缩水的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还没订阅,记住听完之后,按个订阅吧 或者在下面留言,就不随时听到 因为我这些小台,就没什么人说的 那如果你要支持,就记住 听完之后,按个like 或者在下面,就留下言 打两个字,支持啊,什么都可以的 或者你订阅这个频道 可以整天听到一些更新的资料 还有,我是讲的比较 另一个角度去看一件事 跟一般主流是有点不一样的 希望带给你另一个角度去看一件事 好了,现在最近有些新的名词 叫做缩水的式通胀 你看到以前一元,买包薯片很大 现在一元买包薯片很小 你有没有发觉现在呢 很多卡路B薯片那些都是缩小了的 即是你见到价钱都差不多 都是六七元 但其实是少了很多 越来越出现这个情况 这些经济学里面叫做缩水式通胀膨胀 singvation 样样都是缩小包一点 downsizing 即是无论公司的downsizing 食物啊,这些全部都是小包一点 尺寸小一点 可以装小一点 质量可以轻一点 你保持个价格不变 可以因为人工不加 那你看看,哇,这些三国朱古力呢 真是的,现在新的疏了很多 那就 尽量省回成本 或者小一点 那譬如 颜色笔也短了 你可以留意到 我都看到是 真的,为何只有半支 以前是成支 现在只有半支 颜色是一样 那么多款颜色 不过那些材料是少了 甚至在饮品的底 都打算偷一点点 真是很狡猾的 周围都有一些缩水的情况 你看到买楼也是 以前很多都是 有完整厨房的 但现在越来越不实用 你看到很多盘 都是厨房 尺寸没有了厨房的位置 就这样打通了 我觉得真是一般的 所以我买都尽量买回有耿厨房 内地也是这样 一元拌饭 这些叫监等饭 老饭品质 最紧要就是遷到消费者 即是钢级消费 一元拌饭 可能给你一包东西 很简单的东西拌一拌 麦当劳也是 麦当劳很多人都说很贵 现在都说吃了六七十元 加上配料 六合集 可能八十元落楼都不期 所以他们在外国也出了五元六元的餐 现在都开始有这样的情况 究竟是什么事呢 其实那个inflation 就是那个inflation 其实是鼓低了很多 被鼓低了很多 那他怎样做手脚的呢 其实是很有趣的 他在那个调查里 很多东西是不计的 那他不计些什么呢 比如食品价格他不计 租金不计 他说为何租金不计 食品不计 就是因为他说太波动 凡凡波动的东西他就不要的 所以凡凡是大家急升的东西他就不要的 所以他都飞走了那些 他只是拿一些很长期 不多动的东西来做指标 这些东西长期不动 根本是没有什么人买的 但是食品能源这些价格 都是很多人用的 每天你都要开车 或者你怎样都会用到燃料 他很多都不计 所以核心之所以就是计一些 不多怎么动的东西 所以就只有2% 即是实际呢 你可以上这个网站看看 实际是当时那些人说5-6% 可能已经去到11-12% 所以就变成一个误差 就是说 为什麽 我明明那些东西是贵了 那些东西是少了 为什麽你还说只有2%那麽少呢 即是2%是很少的 你觉得是不信的 那接着呢 人工又开始加 租金又开始加 现在全球都加 所以我就反思一样东西 你会见到呢 有些人就说 喂香港楼市一号跌一号跌 那但是呢 究竟 同一时候 全球其实正在升 那香港因为有独特的因素 因为它是故意 中美贸易战 是要多方面围堵你的嘛 香港是中国其中一部份 它一定用尽办法去整理 所以就搞了一些移民潮的东西 那你移民潮一急走的时候 就不理什么价都放了 就做了一个效应 就是带头做了减价的东西 好了 但是之后会不会呢 如果你不停这样做 但是移民潮就开始慢了 我只是估计的 有两个可能性 一是呢 外国的楼全部都倒了 那其实现在有的 有些很多地方呢 那个价钱就开始回落了 因为你加息两年之后呢 开始有些楼价呢 有些地方开始回落 好了 如果不回落的 就可能是 会不会是香港是有支持呢 其他地方就下回来 就是拉回平均呢 平均呢 我不知啊 即是类似我会在那里想 那当然当然 最好就是大力之上 楼价平均啦 那大家 就不用说 哇 常常很担心这件事 那但是 很多时候呢 他所谓的通胀肯定是 是高过你所想的 你算完租金呢 就肯定是高的 好了 那另外呢 所以呢 对我来说 我都不能长期持有现金太多 这就是我的想法 就是纯粹我的想法 那么 那个失业率其实 现在都不是升很多 那现在基本上呢 都是大致上持平 那就看看你是什么类型的 有些类型呢 失业率是高一点 有些类型的失业率是低一点 但是我现在暂时未看到啦 可能呢 这几个月会转差 那好了 那又说回息口那里了 如果 真的 股市创新高啊 所有东西都是这么好的时候呢 就不应该减息的 就应该直接加息的 那但是联储局为什么又要减息呢 是不是说 他数据里面呢 有些是造假呢 那样 所以要去想一下啦 因为呢 其实呢 基本上呢 你说失业率这么低 为什么失业率呢 都是只有3-4% 左右呢 那美国也是有这样的现象 失业率其实不高的 你要找工作做呢 又不是很难 那 究竟他出赛在哪里呢 原来 他那个数据呢 也是有 有些 调整过 做过手脚 譬如呢 他是不计些什么呢 他是不计些part time 譬如你说 呃 做一些part time 比如说 带一只狗出去走啊 有些是 花几个小时啊 或者花一两个小时啊 这些呢 他全部不计失业的 或者呢 在失业了一个月 在找工作那些 他也都不计的 啊 即是头一个月啊 那就是说 那个失业数字呢 应该是远 高于他的估计的 即是你不要只是看 那个表面的数字啊 啊 其实呢 他那些是有调整修息过的 让你好看些 啊 即是呢 但是我们很简单 看别人做些什么 你见到他 减息的话呢 是一定呢 有放缓的迹象 要不然他肯定不会减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 他现在是中美贸易战啊 现在他一定要加息 加到你有事为止 那现在我们去到最后直路了 究竟我们会不会有事呢 会不会全部攬炒呢 很快就知道了 好了 觉得有用呢 赞一下shack给朋友 下面留言讨论 我都希望没事啊 对不对 但是 你现在减息之后呢 就开始舒缓了 供楼的人啊 那有些人说 哎 不会减的 但是其实呢 有些银行呢 已经开始开了些优惠 就吸客 那有些当然啦 有些是很积极 有些人不是很积极啊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这几个月 发生什么事咯 那可能会继续跌 或者怎么样都好 那总之就 预备多些流动现金 是最重要的 但是 对 eri